大家好 我就是彈竹 长发及腰 身穿V0早红上衣 自称彈竹的女子 说自己是大陆电竞网红 胖猫的生前女友 自从被胖猫姐姐指控 感情勒索金钱 导致男友坠巧 引发全大陆宅男怒火肉搜后 第一次露脸道歉 妈妈 是我没能够好好去亲你 我现在只想和你和好 你回来好不好 我说我辜负了你的真心 对不起 90度弯腰道歉 没把公众怒火压下去 反而烧得更旺 很多人批评 怎么会穿超短热裤 拍道歉影片 言辞表情十分敷衍 毫无感情 根本是假道歉 真蹭流量 利用胖猫的悲剧 吃人血馒头 网友表示 穿成这样道歉的吗 趁机赚一把流量 转身做网红吗 有网友还说 这就是诈骗啊 大家不要相信 第一次道歉被骂臭头后 网络又传出 谈竹穿着保守 再次道歉的画面 镜头前他还哭倒在地 希望网友放过他 胖猫事件爆发 多家连锁餐饮 送空包外卖 到案发地悼念的丑闻后 现在又有网友说 看到快递员 拿走祭奠鲜花 质疑是要回收 二次贩售 香港信报评论 胖猫争议 认为这起悲剧 折射现今大陆男人之苦 才会引起广泛共鸣 因为大陆 男多女少情况 越来越严重 导致部分男生 与女生交往时 往往自觉 或不自觉地 陷入弱势心态 刻意以物质 讨好对方 TVBS新闻 叶俊宏林敏珍 综合不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